此块的车锁头部直接朝地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而此时的孙浩杰 只是躲得远远地看着 甚至不敢走上前来看上一眼 他当时往前大概开了100米 然后他停下来了 他有可能感觉自己不对 然后我已经在现场在看我们同事了 他走到我的身边的 然后他自己跟我讲的 他说人是他装的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他就回答我 他说我太聪明了 毛盛杰迅速被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救治 由于炉内出血 脑袋受伤 院方迅速把毛盛杰转到了ICU病房 进行紧急抢救 当时送过的的时候 病情非常危险 是处于身份迷状态 是一个颅脑传伤 那么头面部 有批下一个主张 那么投入CT显示一个是严重的一个路上外伤 尽管医生们拼尽权力 无奈无效 年仅32岁的毛生权 还是一百年 而他的孩子 一个月之后 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本该幸福的家庭 从此支离破碎 他老婆下个月就要生小孩了 是不是想到这件事心里都挺那个的 他老婆还蛮坚强的 一位平时铁面无私的执法者 此时也不禁为年轻同事的逝去 无声落泪 32岁 正是大有可为的年纪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孩子也即将降生 他的生命 本该有无限可能 他的生命 本该有无限美好 可是他的生命 却因一次 不该发生的违规 戛然而止 感谢